比赛开始主场作战的北京队从右向左攻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 不好 因为我去东莱防他呢 这个身高上其实是有点差距 这回来 看看替不齐这边拍头这是一什么战术 行啊 终于来了啊 这球对北京队挺关键的 这已经是这有四五个回合这个进攻才打中了一次 就这截刀现在没得分 拉开了 林处豪 出车 就是他运到伐球线前边一米这个位置 他可以张春军又顶上了一点 啊 就是三二和二三之间的一个转换 林处豪非常机敏的斜方啊 歌怎么唱来的 左边画完龙右边画彩虹是吧 估计来好球啊 还是林处豪啊 这好赞美 林处豪这个还是 这个高抛啊对吧 这个躲过了莫泰的封盖 还是手区 上一队这是盯人联防 就是基本上都放了 对啊 舒豪就现在他有点摸透你这个防守的这个规律了 对 因为你刚才刚才莫泰尤纳斯是提到了防线的位置 对吧 你这边的话 右边这边人如果你突破的话收 收回来 看板球 本队这边收下 哎呦 舒豪 地板是不是有点滑啊 急停 有了有了 好球 哎呦 舒豪 几乎是失去重心啊 还打进 13中10 嗯 也就是说刚才丢的那两个勾手啊 是为数不多没打进的球 效率非常高 这是我们防守啊 不能只看对方打进这一下 可能很多问题是出在你之前防守的卡位啊 防对方的接球上 舒豪 这球是 险些 哎呦 飘了 这球传的点啊 还有哈梅尔顿最后的处理 拉锯战啊 尤其是在拼阵地战的时候 你这种破冰的三分就显得很关键 舒豪 四人围堵 但是上海这个四人围堵是虚的 没有人去真正对舒豪 形成一个干扰 别门继续紧咬 这队的攻还是防守 给黎舒豪压力非常大 确实有一个下手拉人动作啊 今天刘许东啊 这有一半的镜头都是在林舒豪身上吃犯规 一样 这一样过人的第三次犯规 全是在林舒豪身上 再来 刘许东这会儿也不太敢动 更好一些啊 就拍球这一下 小川就等了呢 球啊 林舒豪正面跟进插上了 赶球两分 这个暂停之后 我们看守方队这个 这就是长连 你看林舒豪这个空切 也不是那么快啊 就迈着两步就上来了 那里边 舒豪 踏下 勿欲勿 智晨这下手也够狠啊 但是呢 这种球是对 21分了 平方的压力还挺大的 因为美睫基本上犯规都是犯马子吧 林舒豪挤过底线 那一刻比较短期晃一下 篮板球 哇 这要穿 这是拼回来的机会 很关键啊 这个篮板球 哇 林舒豪飞身扑抢 我刚才这一下让我想起 当年罗德曼抢球的动作啊 这是飞出去啊 这是本地 但我们看林舒豪他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啊 对啊 这球刚打掉立马马上第一时间扑过去 但他本身就是已经在地上了 我们看他的这种篮球的智商 以及他这种比赛的节奏 确实跟本球队很气贵 因为林舒豪我们看他 还到最后的两分半钟 技术豪 面对两个人的夹击把球带出来 还是利用身高优势啊 对 他打罗细东这个节奏真的很好 因为高猫啊 罗细东才一米这个一米八五 而且在防守的时候呢 那里跟人的速度也会更快 这还是顺利发出来 招了 你说法球命路位还是非常高的 双方这场比赛 盖棺定论 比赛结束 北京队94比88 6分的优势 在主场击败上海队 收获三连胜的同时 也送给上海队赛季首败